中国抗日剧中出现的很多日本女间谍 基本都以川岛方子为原型 她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矛盾的人 在日本人眼里她是男装俐人 是为国家流血流汗的女英雄 但在中国她一直被冠以东方女魔的称号 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叛徒 她还说 我是以蒋介石政权为敌 但对中国民众一向秉持诚心诚意相待 其实她的这些矛盾与她的两个家庭 以及家庭中的两个父亲大有关系 她年轻时写过一首诗 后来也总是在各种各样的时刻念叨 死之前紧紧握在手中的那张纸上 也是这首诗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 有冤诉向谁 正是这首诗简洁明了地说明了 她当时的处境 生父对她思想上的影响 养父对她身体上的侵犯 川岛方子生于1906年 和溥仪宛容同岁 那时候溥仪和宛容 过着还算光鲜的日子 父亲是肃亲王爱心觉罗善旗的川岛方子 自然也过着平静顺遂的生活 尤其是即便爱心觉罗善旗前面有13个女儿 对待这个小女儿也是十分宠爱 给她取名显鱼 即发光美誉 又取自东真 即东方珍宝 只不过这只是暴雨来临前的片刻舒适罢了 之前八国联军侵华 清政府就已经是狼狈不堪 慈禧等皇室贵族出逃 爱心觉罗善旗被留下善后 就是这时候 她认识了伪装成翻译家的川岛浪宿 爱心觉罗善旗深感清朝的危机 川岛浪宿就趁机给她洗脑 令她真的以为日本人是在帮助清朝 还和川岛浪宿结拜为兄弟 川岛方子小小年纪 就经常看着日本人来往府院 她不觉得日本人哪里凶恶 心中模糊觉得 他们是来帮助父亲 将朝代重新归整的大好国家 所以她心中对于那个虚妄的清朝 也有着一点的想象 1912年 被想要拉拢日本人的父亲 送给川岛浪宿当养女的时候 她也没有太多的不舍 就当去旅游 后来也致力于复辟清朝 不过在为维满洲奔忙之前 她先经历了一段非人的遭遇 当时去往日本之后 因为生父还是在和养父来往 所以川岛方子并没有受过什么苦 只是接受的教育 基本都是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政治 军事 情报工作等等 使得她已完全日化 但尽管如此 并不影响一个妙龄女子的情窦初开 她喜欢上了盐田爱之助 甭管盐田爱之助人怎么样 惨得并不是她遇人不输 而是1922年 爱新觉罗善奇去世 1924年 17岁花一样的川岛方子 遭到了养父川岛浪宿的惦记 她对川岛方子的哥哥说 你父亲肃亲王是位忍者 我是个勇者 我想如将忍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 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人勇兼备 意思就是想要娶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的哥哥爱新觉罗献利人并不少 他后来还是中国的革命战士 所以第一时间拒绝了川岛浪宿 川岛浪宿眼看从正规途径步行 竟然直接强行霸占了川岛方子 那一刻川岛方子的世界 摆脱川岛浪宿 一边又接受着日本关东军的支持 一边遵从父亲遗愿 想要复辟清朝 另一边却又干着逃婚蒙古王族的事情 他说自己不想和蒋介石合作 却也并没有打算放过中国 所以川岛方子这一生 因为这两个父亲的关系 灵魂一直处于一个撕裂的状态 尤其是养父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 直接将他撕成了两半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他到底算中国汉奸 还是日本战犯也成了问题 川岛方子写信 求川岛浪宿证明他的日本国籍 但川岛浪宿本就没有为他登记日本国籍 1948年 他握着那首诗被枪决于北平第一监狱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女汉奸川岛方子炸死 花十根金条顾替身 后来隐居逍遥快活三十年 只要是看过赌霞二 知上海滩赌盛的人 想必对川岛方子这个人都有所了解 这个人不是影视剧中虚构的人物 他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上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人吧 1912年2月 清王朝灭亡末代皇帝溥仪退位 扇齐是辅政王之一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所以坚决不肯在宣布皇帝退位的诏书上签字 日本人川岛浪宿得知了扇齐的心思 于是就打着满猛独立的口号去找扇齐了 期盼着能够和扇齐合作 扇齐选择了相信川岛浪宿 还把自己的女儿险渝交给了他来抚养 从那以后 险渝的名字就改成了川岛方子 从幼年的时候 川岛方子就被川岛浪宿灌输满猛独立的思想 还接受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在1922年的时候 扇齐去世了 川岛方子赶回中国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父亲给他留下的遗嘱就是实现满猛独立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于是川岛方子开始变得有心事了 因为没了生父就没了依靠 所以川岛方子还被自己的养父给强行占有了 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川岛方子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完全失去了之前的天真和浪漫 川岛方子系练武术 还学习了各种语言 经过不断的努力 他最后练得一身本领 于是就给日本人当了间谍 在1947年10月15日的时候 川岛方子背叛了死刑 在最后行刑的时候 这个间谍却露出了微笑 当时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可是却有这样的传言 说川岛方子根本没有死 据说一个女子身患重病 她跟川岛方子长得很像 当初川岛方子给了她十根金条 于是她就答应当替死鬼了 这样也能报答自己家人的养育之恩 就这样川岛方子被一个孝女给救了 她则继续隐居生活了三十年 直到1978年的时候才去世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